10月5日 南方周末一篇报道 不是我不够努力 被清退的边外人员如何过难关 关注了近期多地出现的 清退边外人员问题 10月8日 报道进南方周末推送后 在微博形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被清退的边外人员如何过难关 相关热度持续走高 在该话题下 不断有边外人员现身说法 开始表达对有关制度的强烈不满 甚至揭露体制之下的各种藏污纳垢 随着话题热度不断走高 南方周末官微最终将原微博设为了精选评论 而对于这一话题 微博用户随便来个头评论说 边外是真的可怜 干得活是一样的 甚至更重 但是待遇天差地别 微博用户吉米阳光Lucky评论说 劳动法就是个笑话 同工同酬就是个笑话 平时干活的都让那些边外的干了 挂名的边内人员不见踪影 资金缺口入不复出的时候 先把干活的那批人解决掉 还有一位微博用户则评论说 搞不懂 延迟退休政策导致大量站着毛坑不拉屎的编制人员 都是拿着高薪坐着养老的 所以没位置腾出来 让年轻人尽 先不从源头解决问题 拿低工资干活的边外人员开刀 搞不懂 搞不懂 搞不懂这些制定规则的脑回路 中国数字时代CDT致力于记录和传播 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平台项目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请见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